各位北风的学员大家好 这里是北风网项目培训 好 下面呢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html5开发框架 风GAP开发实战 好 我们这一讲呢 是第三讲 在这一讲呢 我们主要是来介绍 通过这个风GAP来整合JQuery Mobile开发 这里面呢 我们又引用了一个新的一个开发框架 它也是这个移动应用的一个开发框架 叫做JQuery Mobile 这个JQuery Mobile的话 首先我们看它前面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JQuery 我们知道JQuery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这个Gioscript的这个框架 对吧 那么JQuery Mobile的话呢 也是这个JQuery的这个组织所推出来的一款 针对这个移动应用开发的 好 那么我们首先 先在这里我们搜索一下JQuery Mobile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打开了这个JQuery Mobile 它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页面 这个速度比较慢啊 稍微等待一下 这块Mobile的话呢 我们看它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怎么样呢 Write List Do More 就是写的少 但是呢 做的更多 对吧 那么你看它怎么样呢 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怎么样的这种OS上面来进行运行 比如说这个安卓啊 还有这个iOS啊 还有IM等等 是吧 通常我们可以采用这个JQuery Mobile的话 来进行这个Web App的开发 而我们前面说到说到过就是我们这个Hebroid的这个APP的话呢 主要是怎么样呢 它可以怎样的整合各种各样的这种Web App 这种HTML5的框架 例如就是包括了这个JQuery Mobile 还有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声插等等啊 很多的 它都可以整合 那么有人会问 为什么就是你用FoneGap就OK了 为什么还需要使用这个JQuery Mobile呢 最大的需要注意就是FoneGap的话 它自己呢 并不做显示 它并没有显示成的这个API 并没有这个作为显示的这种API 它仅仅是提供了这个底层这个 底层这个OS的一些API的访问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打开了这个JQuery Mobile的这个页面 大家来看 现在它最新的版本呢 是1.1.1 1.1.1.1 并且呢 是准备了一起款HTML5的这样一款框架 对吧 它支持iOS 安卓 然后黑媒 还有这其他Web OS Windows Phone等等这些 常见的这些OS 是吧 这种操作系统 这种移动的操作系统 好 当然它也怎么样呢 JQuery Mobile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这个 你的这个 Windows 7啊 上面也可以来进行 也可以运行啊 只是说呢 它 是针对这个移动应用来进行这个优化的啊 移动设备来进行优化的 我们在这个PC上面 我们通常还是用JQuery就OK了 好 那么前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JQuery Mobile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一款框架 而在上一讲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PhoneGAP的话 我们只是简单的进行了一个演示 我们还没有对这个PhoneGAP进行下载 还有安装 所以呢 我们这一讲的话 我们首先把这个PhoneGAP的一些啊 基本的安装 下载安装 以及一些设置给搞定了以后 我们再来重点的介绍这个JQuery Mobile 好 首先呢 同样我们还是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要 找到这个PhoneGAP的这个官网网站 好 这个PhoneGAP的官网打开 还是比较快的啊 这国外的网站好像都有挺大的这个延迟的 刚跨一下他说 打开了很快 实际上还是没加载出来 后面的话 我们使用这个 谷歌留言器来打开 应该会快一些 OK 我们还是进入了这个PhoneGAP的这个官网站 在这里面大家选择这个download啊 download的 进行下载 那么现在它最新的是2.0.0这个版本啊 2.0.0这个版本 大家看它是什么时候推出的 它是 就是 就是20号啊 今天是21号 它是20号推出的 也是昨天才推出来的 这边呢 我建议大家下载这个版本 下载这个版本 这个是这个 上个月就是那个6月30号推出的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进行下载 点击一下这个就 立马就会下载 他这个PhoneGAP的话 它也是啊 寄托在这个 KidHub上面的啊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点这个下载的话 它会弹出一个提示方 下载 下载的话是一种ZIP的方式啊 好 下载完以后呢 大家应该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包啊 这里面我就不下载了 再看等一会他会提示一个下载框 你看1.9.0 是吧 也就是这样一个包 大家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出来就这样的 好 那么他这个里面呢 有 这些啊 这些咱们都不看了 这些什么readme啊 还有版本的这些咱们就不看了 主要是这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doc 也是他的一些啊 用户的一些文档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这是他的一些文档 比如说这是他这个 我们是打开index的吗 是啊 然后这边是一些api的一些介绍啊 api的一些介绍 这个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先从这个看起啊 当然待会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呢 就已经包含了这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就是 比如说你get start v 安卓 是吧 它这里面呢 也也介绍到非常详细 这里面的话 大家待会看我的操作步骤就行了 好 这是这个文件夹 另外一个文件夹是这个lab 我们知道他肯定是提供一些怎么样呢 啊 包 对吧 大家看他这些主流的框架 他都提供了 对吧 Windows Phone WebOS 塞班 IOS 然后啊 Blackberry 是吧 Badda 安卓 这些他都提供了这些包 我们这里呢 主要是看这个安卓包 安卓包底下呢 就这么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sample的话 肯定是一个例子 对吧 肯定是一个例子 而旗下这些个呢 这三个是我们后面需要使用到的 这个bing的话 咱们基本上不用它 所以会不用理会 好 OK 那么我们下面的话 我们就来怎么样呢 新建一个安卓的项目 然后呢 把这个phone gap整合到这个安卓项目里面去 我们点击右键 new 在这里面呢 大家选择到这个安卓 然后安卓Application Project 就是安卓项目工程 好 这应用项目都行 好 那么 第一栏的话是ApplicationName 就是你这个应用程序这个名称 我们呢 这里叫做北风 phone gap 好 这是应用的名称 这是你这个项目的名称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 做成一样 下面是你这个包的名称 我们这里呢 叫做 稍微精简一点 爱北风 然后呢 phone gap 这里呢 是你这个编译的sdk版本 这里面我们选择 API15 这里是最小需求的sdk版本 我们这里呢 也选择这一个 好 下面呢 有一个 创建这个用户自定义的这个launch 就是你这个 son 就是你这个应用程序这个 什么样的图标 应用程序这个图标 launch的话就是你这个里面的启动器啊 启动器的这个图标 就是会显示在 就好像你这个 pc里面的这个一个跨界方式的这个图标是一样的 然后呢 是create project in workspace 这个是我们肯定是要选择上的 好 我们单击这个next 好 这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 对你这个怎么样的launch这个图标来进行这个设置 这里面 我们就是默认的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这个图标显示成什么样子啊 我们这里选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 然后这里呢 可以进行一些基本的设置 大家可以看 这边会不断的在变化 你看 它在变大变小 是吧 好 我们还是采用10% 然后这里面呢 是它的这个位置啊 这里面是它这个形状 我们这个形状 我们这个形状 我们选择no 就是没有形状 大家看这一边啊 这是这个怎么样呢 proview 就是这个预览 就是在各种分辨率底下 它这个图标显示着这种效果 然后呢 这一个呢 background color 就是你的这个背景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是前景颜色 前景颜色 比如说你可以选一个红色 然后它就是一个红色的 好 ok 我们再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创建一个activity 是吧 就是创建一个 首先就给你自己就给你创建一个activity 我们这里选择创建 然后呢 是一个空的activity 好 ok next 然后呢 这是怎样呢 对这个空的这个activity的话 进行一个怎样呢 设置啊 activity呢 名称 然后activity这个 layout的这个名称 然后它这个导航的这个导航 你可以设置很多种啊 大家可以设置很多种 这里面我们选择没有 这个我们也不选择 然后title的话呢 我们这里呢 选一个 风gap 就可以了 这是它这个标题啊 标题 好 我们这些都设置完以后 我们当机finish 后面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都会基于这一个安卓的应用来进行开发了啊 因为我们有了这一个 有了这一个安卓的一个架子 就是这项目的架子 我们后面的话 我们风gap的话 我们都可以通过它里面来嵌路啊 ok 那么这个项目呢 就已经跑起来了 我们首先把它运行一下 在运行之前呢 我们把我们的虚拟机打开 这虚拟机 我们大家平常都可以把它休眠啊 都可以休眠 这的话 启动起来也是非常快的 好 下面完以后 我们首先还是禁止这个 自动独占鼠标 然后呢 把它正常关闭一下 好 这样的话 这个就怎么样了 就已经起来了 对吧 好 这是我前面做一些例子啊 好 我们把我们这个应用的话 把它起来一下 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 这个设置还在 我们去设置一下 让它识别到我们这个 虚拟机啊 大家看 它现在就识别到了 对吧 识别到以后 我们点击右键 run as 安卓 阿波利 开心 大家看 这样创建好了 这里一直在这里 逃这个错 我们不用管它 大家看 这程序就已经做好了 这是我们刚才 自己设置的这个颜色 对吧 Fone Gap 是一个红色的 这是这个标题 我们也设置了Fone Gap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安卓应用就已经ok了 我们下面再来为我们这个安卓应用来添加这个Fone Gap的这个支持 那么这底下呢 就是一个完整的步骤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里 你看 它也是怎么样了 怎么样给这个安卓的这个应用来添加这个Fone Gap的一些支持 我们前面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怎么样了 Setup new project 那么后面呢 它这里也详细的介绍了 好 我们不看它的了 我们直接看我们的PPT 首先将我们Lab目录 安卓目录底下的这个 这一个啊 这个 这个读物 不知道怎么该怎么读啊 因为这一个 为什么叫这个名称呢 这个其实呢 就是这个Fone Gap 它在捐献给这个Apaq以后 啊 它取了一个新的名称 啊 取了一个新的名称 而现在这个Fone Gap 以及这个呢 它都怎么样了 都可以下载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大家把这一个点炸 怎么样了 拷贝到安卓项目的Lab目录底下 Lab 对吧 我们就拷贝进去 拷贝进去以后呢 把这一个点击右键 Build Pass 把它添加到怎么样了 这个Build Pass 里面 OK 其实你也可以当机右键 Build Build Pass 在这里面有个Library 是吧 我们加入了我们这个 Fone Gap的这个 支持的这个炸爆 好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 把这个目录底下的这个GS这个文件 也是Fone Gap的这个 支持的这GS文件 拷贝到 这个Asset 3w目录底下 好 这个呢 是安卓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文件 资源的一个文件 也是一些 我们点右键 new 首先创建一个Foto 3w 对吧 然后呢 再把这个里面的这个GS 放在这里面 OK 这是第二步 好 第三步呢 是将这个 这个XML这个文件夹 整个拷贝到 IES Resources 也是一个 这也是放这个一些布局文件呢 一些 其他的文件 比如说这个 XML文件都放在这里面的 XML文件都放在这里面 Resources 是吧 也是支援文件 好 拷贝进来 这个支援文件和这个支援文件不同的 是这个文件 IES里面 我们通常都是放一些XML的文件 大家看 一些图片什么的 都放在这里面 这个里面一般都是我们一些辅助的一些 文件 比如说我们数据库啊 DB的文件 都可以往这里面放 好 那么这个呢 也就已经放进来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文件的拷贝 拷贝完这些文件以后呢 我们 就需要怎样呢 在这个安卓的这个 Manfast的这个 点XML这个文件里面 来设置这个应用的访问权限 大家都知道这个文件呢 是整个你这个 项目 是吧 这个安卓这个项目的一个 部署文件 它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整个你这个应用的这个package 然后你这个版本 版本名称 然后使用了这个sdk最小的 以及这个目标的这个sdk 这也是我们刚才在星星这个项目里面 他都放这里了 这是你这个部署文件 然后你 这是你的这个整个这个怎么样呢 application应用 然后应用了这个图标 应用了这个图标的名称 然后使用了这个模板 然后底下是这个activity 是吧 一个application是由多个activity组成的 但是呢 它只会有一个main的 也就是main这个 也同样也是lunch的 就是启动器一启动的时候会进入到这个activity 好 那么我们要设置访问权限 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application和这一个之间啊 来设置 好 这里面我们直接把它拷个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里的这个访问权限非常的多啊 非常的多 因为这些访问权限是整个你这个phonegap所需要的权限都在这里了 比如看我的相机 是吧 你比如说这个是英特 这个叫什么网络访问 是吧 还有短信的 还有这个 音频的 视频的 对吧 等等这一些 这里面的话 可能我们有很多 就是大家可能自己在开发应用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需要到使用到这么多啊 这个话 我们后面在具体开发应用的时候 我们在说啊 就是我们哪些 我们做什么应用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到哪一些 我们在讲我们的api的时候 在重点来讲述 而否则你全部都加这么多的话 因为怎么样呢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这种信息 比如说你这个应用 你不需要读取这个短信 也不需要读取联系人的这个信息 那么你就不需要听到这个权限 否则人家在安装你这个应用的时候 看到这么的权限 它是会很敏感的 甚至是 现在有一些这个类似于370这种软件 它是会有一些提示的啊 敏感信息的提示的 所以大家的话呢 可以不用去 去设置这么多的权限 好 设置完这些以后呢 我们在我们前面这个3w这个文件里面啊 3w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index.html 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 其实我们在前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它是一个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在里面写这种 html 代码 是吧 好 这里面有个简单的 我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我改一下这个文件的这个格式 好 这里面的话呢 有引用怎么样呢 有点干吧 然后就引用到这个.js文件 对吧 大家看到 这里引用到这个.js文件 好 这个文件的话 我就不再做 我稍微修改一下吧 hello phonegap 好 这个我们就已经新建好了 我们再看 我们需要修改main activity main activity的话 我们前面在这里看到了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组的这个 activity 可以点这个 直接可以进来 main activity的话 首先 我们以前是继承的这个 安卓的这个activity 是吧 这里面我们换一下 我们来继承这个 joitgap 我们让它继承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话 它它怎么样呢 大家看它里面 它实际上它又继承的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activity 并且它也实现了这个一个接口 也是这个phonegap的一个接口 虽然我们继承它的话 实际上这个activity以前的这些个方法什么 我们实际上还是延续下来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使用 super.load your url 使用这一段代码 来代替我们以前的setContentView setContentView就是 把你这个activity来使用这个main的这个布局 也是这个activityMan 这个leout是吧 这个布局 把这个布局给替换掉 采用的是怎么样呢 loadUl 那么从这个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干嘛 这里是不是有这个 转换一层 我们把这个 保存一下 再导入一下 再导入一下 ok 这样就好了 刚才我们选 让它去除一下就ok了 然后呢 再在我们这个mainfest的这个文件里面呢 设置一下这个activity 这个呢 主要是 怎么样呢 是它这个显示这种效果啊 config change 隐藏怎么样呢 这个输入框 对吧 好ok ok 那么整个这个 phonegap的这个支持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下面呢我们再来把我们这个应用来运行一下 好 这里面我们 正常关闭一下 好 大家看 好 大家看 这里面提示了一个什么 hello phonegap 这个底下一直在提示这个 种植的一个以 连接的这个 咱们可以不用管它啊 这个主要是这个 虚拟机的这个连接数的这个设置 好 那么当你看到这个界面以后 就表示你这个phonegap已经安装成功了 好 好 phonegap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再来进入我们这里讲的这个主题 就是这个结块力目标 我们要整合这个结块力目标是吧 我们前面说过这个phonegap的话 它仅仅是怎么样呢 提供了一些 一些怎么样呢 底层的api啊 然后一些事件处理啊等等 它并没有提供这个显示 也就是这个view 障碑进行显示的话呢 可以使用 就是现在比较火的就是结块目标 然后还有一个声查 就是以前的一个sdjs sds 它在怎么样呢 做了这个 就是整合了这个 这个ql一些其他的这个以后啊 就推出了一个叫声查 现在已经是声查touch 这个2.0了 这个的话我们在讲完这个结块目标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在重点的介绍一下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 gquare mobile的这个下载 已经安装 前面我们已经打开了 gquare mobile这个 官方的这个页面 对吧 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download 来进行下载 这里下载的话呢 它提供了很多啊 比如说这里面是怎么样呢 没有进行这个压缩的这个gs 这里是minigs css 然后呢这里一些css 等等 这里我推荐大家下载这个zapfuel zapfuel 就是它里面呢包含了整个的这个jatscript css 然后呢还行imagine 是吧 imagine 大家下载这一个 下载完以后呢 大家会得到一个 压缩完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对吧 这个文件夹呢 大家可以整体拷败 拷败到你这个里面的这个3w这个目录底下 这3w看上去好很像我们很像以前大家不在有没有用过这个 这个is啊 is以前也是这样就是把项目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面 我们先随便打开一个文件 好这里面的话呢大家可以把这个demo称掉 这demo是它的一些翻例啊 一些例子 好刚才我们拷贝错了 不好意思我先把这些都 或者我在这里面再新建一个这样的文件夹吧 刚才我应该从这个目录开始拷 我再整体的拷一下 然后把这些删掉 那这样的话也是为了怎么样呢 更加清晰一点 大家把这个demo删掉 然后呢我们这里面的话 整个gecoin mobile的话就已经加入进来了 加入进来以后 大家看这个里面实际上官方它是有 告诉你的就是怎么样了 你必须把这些怎么样加到你的html里面 加到你的html里面 ok好的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再新建一个 用一个fill 然后呢我们叫做 gecoin index.html 好我们把这个整个的拷费过来 然后呢就是我们需要增加这个 这些是吧 我把结块放上面 好这里面的话你就不需要再 不需要再使用这个网络的访问这种形式了 可以吧 可以吧 我这一段拷不过来 我这一段已经怎么样了 已经弄好了的 大家看 实际上就是你这个gecoin mobile 就是刚才我们导入进来这个包 底下的这些css 就是这些css是吧 大家在发布以后呢 这个 这些版本都可以删掉 最后只留下这个mini版本的 mini版本 好大家看 gecoin是吧 gecoin mobile 这是css样式 这是gecoin的这个gecoin 这是gecoin mobile的gecoin 因为gecoin mobile的话是在gecoin的一些扩展啊 然后底下呢是你这个 phonegap的这个gecoin 好那么呢这个呢是我们做了一个phonegap 所以这个gecoin 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替换掉我们这个body 好我们可以整体的格式化一下 这个不太好看啊 gecoin gecoin 是吧gecoin 就是gecoin mobile的一个缩写 好那么我看我们刚才在这里面添加了这样一个div 在div的话大家看 他有个叫什么datelo 这个是html5才有的啊 datelo 在指定你这个怎样呢 哎你这一块就相当于是一个classes啊 相当于是一个classes 然后指定我们的datelo 这是一个page 表示呢这是一个页面啊 指定这是一个页面 那这一个呢 我们指定它是一个怎么样呢 holder也就是页面的这个怎么样呢 头部信息 这个呢是页面的内容 这个是页面怎么样呢 底部 信息 这是这个html5所使用的这种方式啊 datelo 就是组织你这个内容的一种方式啊 这也是它官方所指定的 当然这个page 它显示这个样式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它还是在这个css里面 还是需要有的啊 需要有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page 大家看这里面有很多都是 datelo 你看 datelo等于page 就就使用啊 使用这种各种各样的效果啊 好 具体这个的话 我们在后面 就是后面的课程里面可能呢 就是在讲这个phonegap以后 我们可能会推出一款这个gecoin mobile的这样一款课程 它会详细的对这个gecoin mobile来进行一个介绍 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还只仅仅是利用到几块目标 我们的重点呢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phonegap啊 只是为什么呢 有人会说为什么你之前要讲几块目标呢 对吧 你还没讲phonegap 只是因为我们后面在讲这个phonegap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使用到一些显示上面的东西 啊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啊 由于大家的这个 啊 每个人可能学习的这个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为了招更多人呢 这里面呢我们就 先把这个gecoin mobile 那简单的拿那么两三角的时间 先来讲一下 后面我们可能会直接就是讲phonegap的这个API 然后再直接进入这个项目 ok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的这个格式吧 这里面肯定会乱码 乱码以后呢 首先拓回一下 然后再保存 好我们运行来看一下 好这里面我们看到效果没有改变 是因为我们这里呢 这个页面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里面呢 所以呢大家需要修改一下这个页面 好大家看到又看到乱码了 在上角里面啊 我我这一次特意又把这个问题给重现 就是因为我们在上上角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这个meta是吧 是吧 然后呢 chasset 等于怎么样呢utf 对吧 对吧 在mattab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很多其他的 大家如果有用过seo的话应该会知道啊 好 重新运行一下 大家看这样的话就不再怎么样了 提示这个乱码了 大家看到都是一个中文是吧 封盖普实战 那么更多精彩内容呢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北方的这个官方网站 好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效果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这个 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项目 这个北方方盖普 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呢 他就已经支持了这个方盖普 以及这个jquare mobile 对吧 已经支持了 大家看到了我们要支持的话 我们经过了多少个步骤 对吧 这里面大家以后在新建项目的时候 也可以按照整个这个步骤来弄 好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步骤 我们再重新理一下就是怎么样呢 首先你得怎么样呢 按照这个封封盖普的话 首先需要拷贝这些个文件 对吧 三个文件 一个是拷贝到这里这个文件 一个是lab包 一个是xml 好 然后呢需要在这里面来注册这个 权限啊 一些权限 好 然后呢就是你这个activity 这里面需要设置为joygap 然后来load你这个html的页面 同时呢你这个activity呢 还需要设置一下config change 好设置完以后你就可以load的页面了 这样的话你这个html页面就可以了 然后你如果说你的页面需要使用到这个 mobilegecoin的这个显示效果的话 那么你需要把这个gecoin mobile 引进来 并且怎么样呢 一个css 两个javascript 啊 这样导入进来以后 你这个底下就可以使用到这个gecoin mobile的这个效果了 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这样的 效果 嗯我们发现这个好像 有点小问题啊 好像有点小问题 gecoin.mobile 我发现它好像没有使用到这个 样式效果 对吧 样式效果 好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 没有显示这个gecoin mobile的这个效果呢 对吧 我发现跟这个效果不一样 而且呢 而是直接显示的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发现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引用 我们这里引用的话 我们这里好像少了一个gecoin.js 大家看到吗 因为我们最下载的这个包里面啊 就这个包里面呢 大家看 它没有gecoin.js 这个 那么从哪里找呢 这里一个弹幕 弹幕里面这里有个gecoin.js 把它拷费进来 ok 这样的话它才能准备呢 有这个gecoin 否则你没有gecoin的话 你这个gecoin mobile的话 肯定也无法使用 好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好 那么大家看现在的话这个就是显示就是正常了啊 前面这个显示是有问题就是因为少了这个gecoin.js 这也是一个小的一个solo 好那么通过我们前面的回顾的话呢 那么整个这个phonegap 以及这个gecoin mobile的话 我们就整个都安装好了 好 那么我们对后面我们的gecoin mobile这个内容来进行一个掌望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这个gecoin mobile的一些内容 包括这个按钮 然后一面对话框工具栏 表单 列表以及呢这个主题摸板 好的那么这些内容的话呢 我们就留到下一讲我们再来介绍 本讲的话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最后呢谢谢大家收看